美國司法部助理部長 約翰·德默斯星期三對媒體表示 美國司法部對8名作為中共代理人 並且在美國參與獵狐行動的人提出起訴 其中5人星期三上週 在新澤西州、紐約和加里夫尼亞州被逮捕 另外3名在逃的被告 據信可能是中國 這次是美國首次對參與獵狐行動的人員提出起訴 中共將獵狐行動 描述為一場追捕外途貪官的反腐運動 但是德默斯指出 這並不是事實的傳報 而且在很多情況下 被追蹤的對象 往往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政治對手 意見人士和批評者 他說 無論被列的對象 是真正的罪犯還是意見人士 這個行動都明顯違反了法治和國際準則 中共激進黨媒體環球時報的總編胡錫進 29日在微博批評 華盛頓太壞了 打擊獵狐 實際是為經濟犯罪者提供庇護 美國不是一個犯罪者庇護的天堂 有在中國貪污的罪犯潛逃到美國以後 中共完全可以通過正確的外交方式 和美國的司法部門進行接下 所謂的獵狐行動的執法者 在美國卻變成了罪犯 美國司法部門明確地來告訴中共 聯邦起訴書指出 這些被告參與了對一名身宅西州居民和他家人的威脅 騷擾 監視和恐嚇行動 以迫使這名獵狐對象返回中國 他們曾經在獵狐對象的門口貼上警告 用中文字寫 如果你願意回大陸坐10年牢 你的老婆子女會沒事 這件事到此為止 此外 2017年4月 這些被告還連同中共官員 張獵狐對象連邁的父親 由中國帶來美國 試圖藉此要脅目標人物回國 根據法律 涉及美國的國際執法 需要外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進行協調 任何人如果代表其他國家採取行動 必須事先註冊 並且通知美國司法部長辦公室 美國和中國之間 並沒有簽訂引渡協議 不過中美二千年簽訂了關於刑事司法協助的協定 在司法領域也進行過合作 那麼《獵狐行動》為何要避開美國政府 參與《獵狐行動》的人員 還要說謊離美國的旅行目的進入美國呢 美國要對中共在美國的各種滲透進行全面清理 美國在大選前夕 對中共代理人加強了打擊力度 26日 美國新聞週刊剛剛報導曝光 全美600個中共相關團體 致力發揮影響力 野心超越大選 28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又發表聲明 會將由中共統戰部控制的機構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列為外國使團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行全面 Fol方的 中國 中國 通過 中國 母 中國 中國